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如果看年比的话是连续18个月的正成长 那在分项指数里面表现最好的是机械业 所以可以特别注意机械业的景气真的是很旺 这个增幅达到15.46% 这个比电子零组件分项的增幅7.63%还来得好 所以可见今年在机械业 尤其是上游机械临组件 这个表现得非常的好 仍然是非常旺盛的 这个接单包括生产的情况 另外在批发业 这个10月的营业总额是8597亿新台币 这个年增的幅度是3.9% 也是连续第12个月的正成长 那其中机械器具批发年增达到8%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批发业 这个机械的批发也是很旺的 那另外在零售销售的部分 10月的零售营业总额是3681亿 这是历年同月新高 年增的幅度是3.2% 其中综合商品零售的百货公司 因为最近在周年庆跟双十廉价 所以增幅高达6.5% 那超级市场因为业者展店 还有中秋节的商机 这个年增的幅度达到9.7% 那便利商店因为门市扩张 再加上鲜时咖啡销量增加 年增幅度也有2.9% 那量饭店双十节庆来客数增加 年增幅度12.3% 所以看起来各个这个卖场的情况都还不错 那另外餐饮业十月的营业总额是384亿新台币 是也创了历年同月的新高 年增的幅度是2.9% 那也是因为中秋节国庆廉价 所以聚餐出油人数增加所致了 所以有时候多放假 这个倒不见得完全是坏事 这个对于内需的景气 这个消费的触动是有帮助的 这是重要的同时指标 看起来内外需的情况都还OK了 这个提供提供朋友参考 另外价钱股价指数台股 这个大盘今天收涨31.98点 在昨天这集中交易厂爆出了将近八年来最大量能之后 今天指数还能再继续供 可见昨天这个量应该是个换手量 看起来这个盘式多方的态势是没有改变的 那今天的量很明显的萎缩了 只有1287亿 比昨天的1789亿 这个足足萎缩了有500亿之多 30%的量缩 这个缩得非常的明显 那今天量缩仍然上涨 这收在10854点 盘中高点是10872点 那低点是10809点 那今天是开盘是上涨15点开出来的 开在10837点 那今天这个盘式盘中的高低差点 这个不大了 这个就63点的高低差点 那今天开高之后呢 曾经在10点 将近10点钟的时候 差不多9点50分的左右的时候呢 杀到平盘之下 之后再拉起来 那中场就没有人再破平盘了 就一直是在平盘之上 这个下幅的震动的情况 那今天的涨幅是0.3% 日K线的形态是呈现连续第三根红K棒 那收盘点位10854是创下了新高的收盘点位 这个突破了11月7号当时的10840的最高的收盘点位 所以再创新高的收盘显示多方的态势 仍然是持续进行中 只要创新高 这个基本上呢 我们就不看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另外呢 在贵买指数 今天收涨0.38点 涨幅是0.25%的幅度 贵买昨天爆出了将近600亿的大量 那而且呢 是收了黑K 但是呢 今天能续涨 显见呢 昨天这个大量 外资的大卖超10亿 并无碍 这个多头的走势 这个贵买同样展现多方的力道 今天收在150.2点 虽然说盘中的高点也没有创新高 那收盘 也没有创新高的收盘点位 但是呢 算是平安过度 昨天大量带黑K的 不利的多方的技术形态了 那今天的成交量也明显萎缩到461亿 昨天是577亿的大量 那另外旗子今天开平 这个收涨30点 盘中的波动非常小 只有47点的波动 高点是10857 低点10810 中场收10856 所以呢 今天是以 这个几乎最高点收盘了 那今天的期货 也是在将近快要10点 大概9点50分左右 杀到平盘之下的 这个最低点 就是10810之后呢 就开始拉升了 拉升过平盘之后呢 就没有再破平盘了 一直到中场 今天的成交口数很小 就7万9千口 不到8万口 主要是因为盘中的波动 真的非常小了 这个波动越小的话 这个旗子的量缩是势必的 那今天的期限货价差呢 是呈现正价差1.43点 正价差有持续收炼 这倒是可以值得注意 就是说期货的偏多气氛 已经没有像过去几个交易这么浓厚 随着大盘的持续往上攻 感觉上面呢 在旗子操作方面呢 开始出现相对就是比先前的攻击力道 比较和缓的态势 这是我们在观察整体指数变化的方向 好那另外观察的方向 这个预估的评判呢 就是筹码面 就是说法人的买卖超的情况 这些大户到底是站在买方卖方 在偏多偏空 当然这就很重要的指标 也是我们持续在帮听众朋友观察的 重要的方向 那今天外资在集中交易上 这个买超的力道还是持续 不过呢买超没有像昨天这么大手笔 昨天是84亿 今天降到16亿 那投信今天呢是转为在卖方了 今天卖超1.21亿 结束了连续6个交易的买超 今天是小卖 另外自营商 对不起 投信是买超1.21亿 所以是连续第6个交易买超 但是呢自营商今天倒是有买转卖 昨天是买超的 但今天转为卖超 卖超3.34亿 所以三大法人呢 今天合计是买超18.23亿的买超 这个是比昨天的买超111亿 这个明显的是见到这个减少的情况 这很明显的见到减少情况 另外在贵买的部分呢 今天外资啊 在昨天大卖10亿之后啊 今天回补 今天买超22.94亿 那投信卖超0.15亿 对不起 外资今天还是卖超的 这个外资今天在贵买 是卖超0.05亿 昨天卖超10亿 今天卖超500万 这个比昨天少很多 就昨天零投了 但是投信呢 卖超是0.15亿 就1500万 那自营商今天是买超的 买超2.94亿 所以三大法人在贵买 合计是买超2.73亿 在集中交易厂是买了18.23亿 那在旗子的部分 今天法人的动态都不大 在旗子呢 外资今天卖超370口 进多单的流仓部位是47,189口 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动情况 那投信买超96口 自营商买超944口 所以投信的进空单流仓呢 3153口 没有太大变化 那自营商比较明显的加多单 直到1406口的多单的流仓了 这个提供朋友参考 这个三大法人在旗子 包括集中交易厂 跟贵买的操作情况 另外我们更正一下 在集中交易厂 今天三大法人的买卖超 再更正一下 外资今天买超16.1亿 没有错 那投信 今天是卖超的 这个今天卖超了1.2亿 1.2亿 那自营商呢 今天是买超3.3亿 买超3.3亿 所以自营商是持续买超的 但是投信呢 则是由买转卖 由买转卖 所以三大法人合计买18.23亿 是没有错的 这个是我们刚才 这个投信跟自营商的买卖超 稍微有出现更正的情况 提供朋友参考 这个是在整体筹码面的部分 那从筹码面的部分来看 这个整体而言呢 还是偏向多方思考了 那另外在选择权的筹码变化 也很值得注意 那外资今天在 这个卖权呢 就是做空的部分 这个卖出卖权呢 对不起 这个买入卖权的部分 再增加4965口 所以呢 这个买入卖权呢 这个看空的 达到了三四万七千口 但是呢 这个合约总值啊 越来越少 虽然说呢 口数越来越多 合约总值呢 随着大盘持续涨升了 这个卖权的点数啊 持续在缩减 所以说呢 只剩下两亿的合约总值啊 那外资在买权的部分 就做多的啊 今天再增加了将近三千口啊 这个流仓口数 已经到18万口 可是呢 虽然说只有18万口啊 跟三四万口的 这个空方的流仓单啊 比起来好像差很多 但是它的合约总值呢 已经上到了八亿了 到八点三亿 也就是说 这个买权的部分呢 是越来越值钱 是因为大盘持续上涨 所以呢 这个点数持续在往上增 所以呢 就越来越值钱 所以这个多空态势看得很明显 就在选择权的部分 外资在卖权呢 基本上就是避险 牺牲打无所谓 但是它主要是赚买权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外资仍然整体 应该是偏多要去结算 要拉高结算的 这个是我们从选择权的角度 可以看这样子的端倪 提供提供没有参考 好 那今天我们的盘后 我们请教资争证券分析师 马继强老师 马老师你好 莫华好 大家午安 马老师 这个爆出了 这个八年来的大量之后 今天呢 出现了稍微量缩整理 这个您觉得 这后市会怎么发展呢 还是一个震荡格局 因为我们之前就提到过 下面的支撑很强劲 但是过高之后的震荡 一样会出现 那刚刚莫华所提到外资的话 当然外资还是对于台北股市 有些相当的影响条件 不过最近的的确确是有一些 内资在做主导的一个方向 可是如果真的缺少外资的话 那行情要出现大幅的 比较强劲的推升 大概也是不太容易 你可以看到像今天这个台币 像昨天也是一样 一度跌破 这个升破这个30之后呢 又很快再做一个拉回 那表示什么 表示在这个地方呢 不管是不是央行要去利手30 或者说是在这个地方呢 并不见得真的有这么样 大幅的资金持续的 做介入状况之下呢 对于后续台北股市的资金 应面条件呢 我们还是要强调 如果没有那么样的大幅的进来的话呢 一套资金在整个市场里面 类股轮动的现象 大概会持续 第二个要注意到就是外资呢 因为我们晓得在今天是感恩节 对 那外资是休市的 那明天呢 是上半天的班 但是注意到 是要提早收盘的 基本上进入到12月以后 外资大概要在台北股市大幅琢磨的机会 就慢慢会减少 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放假了 是 就是年底的这个不管是圣诞节或者是元旦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对于外资在这个地方可能要做大幅进出的现象 我们要稍微注意到 是不是会有这个反买为卖的现象 要稍微留意一下 不过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我们在上礼拜已经提到过 像就像之前呢 短线回档下来的时候 我们也特别强调 其实技术面还没有什么败笔出现 那这个地方上去之后要注意到 目前来看的话呢 像昨天爆出一个天亮 就是近来近八年的一个新的一个天亮 当然高亮之后还是有高价 不过要注意到像OTC的话 昨天是反而逆势去做一个收黑 所以的确短线上在冲过新高之后 爆大量的时候 有一些人会趁着混水 去做摸鱼的偷溜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OTC市场的话 要特别注意到 尤其要注意到就是在第四季 这个产业景气 有些是呈现走下滑的话 可能就要稍微谨慎 比方说 利用难些吗 你看最明显像联雅光电 对不对 之前是不是很强势 今天不要说今天 你看看昨天 它也是开高走低 今天再拉一根长黑架 今天大跌7%多 另外一档来看看 这个6462的神盾 各位看到没有 昨天它也是开高走低 今天碰再一根长黑架丢给你 现行也形成一个空头排列 这个现象就关于到 第三季 有些个股或类股的景气是好的 但是在第四季可能要稍微谨慎 比方说 刚刚提到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指纹辨识 因为神盾的话 是因为可能市场 担心的就是 三星未来也会自己在琢磨这一块 所以神盾所接到 这个所谓指纹辨识三星的订单 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压抑 神盾从9月初以来跌幅非常大 从310几块跌到今天 210几块 足足跌掉100块了 对没有错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本益比有点过高了 因为它是 之前是亏钱 但今年开始赚钱没有错 可是本益比还是过高 另外一个就是Netflix这一块 旺宏 大家应该还记得 在这个地方 中国大陆 这个依照创新 它已经获得中心半导体的一个支援 所以未来在Netflix这一块 或Northflix这一块 它们可以有生产的能力 那预估未来 它会占有全球量产的三层 当然不会那么快出现 但是基本上 在明年的第一季 就会有一些基本的雏形会出来 所以你看到像旺宏 最近的股价的回档的修正 也是比较凶的 很呛 对很呛 今天跌的7%多 对没有错 所以投资朋友们要注意到 我们现在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 资金面目前当然在市场上 还不予溃乏 还是旺盛的 可是你要去检视一下 有些个股 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第四季进入到淡季条件之下 那可能下修的空间就会出现 就是说你在技术面 一定要格外的谨慎小心 这个地方不要以为大盘涨 跟你的个股是有绝对的正相关 这是不一定 这是我们之前几个月以来 一直提醒大家的 这是要提醒大家 而且大立光最近也都不涨了 对 这个地方就要稍微提醒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报纸说 苹果呢 苹果都不涨了 苹果要转进到这个i7 加码生产i7 i8反而要减码生产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行为 因为大家觉得i7比较划算 对 这就是我就说 为什么那时候i7在降价了 就是降价给电信商 扑货到他们那边的时候 强迫他们一定要吃货才会给他们i8去做这个销售动作 其实这已经暗藏埋下i8卖不好的主因 当然了现在i10的这个所谓的产能已经这个问题解决 会不会形成市场的热销程度 我想大家要持续着去做关注 这是要去值得留意的 那但是回到条件来看 我们刚刚说过 第四季基本上对很多电子业来看 基本上都是比较出现一个所谓的淡季的一个效应 那包含明年第一季这是一个有些淡季效应 所以这时候的修正的过程里面 资金就可以看得很明显会转进到什么 像最近的金融股 那金融股是不是会形成大行情 我个人认为 但有人说不要用老观念去提 看以前那我先强调 我在市场是民国74年进来的 到现在已经是这个差不多32年的这个时间了 那我告诉大家 各位一定要去注意到 在民国74到民国79年那一波金融股的上涨条件 第一个高利率 我记得在民国79年的时候利率最高来到13% 那也就是那时候为什么会提到 这个公教人员18%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条件之下 所以现在各位去思考一个动作 就是说为什么美国升息的动作会缓慢 因为通膨一直上不来 所以这种架构之下 会不会有条件会打到那么高的一个 这个所谓通膨以下的高利率 我认为是不太可能 那尤其美国发了那么多债 他不会把利率拉到那么高 拉到那么高的话 对他的债券所付出的利息是非常的庞大 所以金融股他这一波会上涨原因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就主要是 美国要升息 它是一个利基体材 没有错 但第二个要注意到就是 他们也有持有很多在股市或债市的投资 对不对 都获利嘛 对这个地方 因为他有投资有获利 那这个地方一定会反映到股价上 所以刚好在电子股出现一个在基本面短线上要进入修正格局之下 所以他会做一个适时转向的一个动作 也就无可厚非 所以从条件上来看的话 电子股我认为他也不能完全走弱 因为他如果完全走弱 对于整个大盘来看 他还是会有一个下修的空间 所以投资者们在选择的话 注意到我们之前跟各位报告过了一些类比的股票 像IC设计 注意到MCU跟MEMS 包含这个所谓无线射频 还有无线充电 3D感测 这些人脸辨识的 这些相关的这些车用电子二极体 明年基本上他们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 包含这个被动元件 还是相当不错一个产业景气 但是短线修正下来之后 你要去逢低去做布局 而不是去做强势追高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有一档股票 拉到涨停板 这档股票是环宇KY 为什么 因为你看文贸已经涨那么多了 那同样在做PA功率放大区 那尤其环宇 它的股价是整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上个礼拜我们跟各位报告一档股票 大家应该还记得叫做世界先进 对不对 最近拉翻了 对为什么 注意到 因为它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整理之后 谢谢马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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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